哈囉我是蓋伊 如果今天你是一位想要瘦身 想要減肥 想要有效率的降低你的體脂肪的人呢 你會如何安排你的飲食計劃 減肥瘦身的方式有很多種 像是改變飲食習慣 挑戰我們的進食內容 進而改變我們的體組成 或是改變進食頻率 靠節食斷食來控制每日攝取的卡路里 另外還可以透過增加運動頻率 進而提高代謝率等等的 重點在於我們該如何找到適合自己 並且可以長時間持續下去的一個減肥瘦身模式 就好比斷食來說 它雖然可以急速在短時間之內 降低你非常多的體脂肪 但是你在一年之內能夠執行幾次斷食呢 你有辦法保證自己在斷食過後 不會產生報復心態 進而暴飲暴食 導致效果不減反針嘛 說到斷食 其實斷食它只是一個自然療法 主要的目的是幫助排毒 幫助你的身體健康 而減肥呢只是它的一個副作用而已 斷食這個議題 我們今天就不做討論 我的YouTube頻道有製作一支 我斷食後的體組成 以及身心靈變化 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 那其實這麼多的減肥方式 它都是建立在一個大原則上面 那就是熱量赤字 熱量赤字呢可以說是你減肥瘦身的一個根本原則啊 不論進行什麼樣的瘦身減肥計劃呢 只要沒有達到熱量赤字 那你的效果都是不會太顯著的 就算你每天增加大量的運動 把自己超爆 每天有氧讓自己大爆汗 但如果當你練完呢 又去爆吃一波 那也是受不了的 回到今天的主題呢 減肥瘦身的人到底要吃什麼 到底要吃多少 每個人的身高、體重、年齡、性別、激素、運動量 代謝率都不盡相同 所以首先呢 我們必須先抓出你自己的TDE TDE呢就是指你每日的總熱量消耗 那總熱量消耗呢等於 每日的基礎代謝率 加上每日行動所消耗的熱量 每日基礎代謝率呢 就是指你一整天 什麼事情都不做 就是躺著呼吸 身體為了維持器官運作 所消耗的最低熱量 而每日行動所消耗的熱量呢 包含你日常走路 上班工作 運動健身 以及我們吃東西後 身體為了消化分解 吸收這些吃進去的食物 都會消耗熱量 那這一切行為所消耗的熱量呢 都歸類在每日行動所消耗的熱量 網路上能懂TDE的計算機 可以讓大家免費使用 那我先隨便開個給大家看 首先輸入性別 年齡 身高 體重 以我來說 30歲 身高172 體重74公斤 每天運動 高強度 每週6到7天 換算下來 基礎代謝 乘上1.72 得出來的數值 2304 就是我每日的總熱量消耗 當我們知道自己每日消耗大概率的卡路比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安排我們的飲食計劃 不過這個數值還是只能當作參考用啦 畢竟我們人體還是會受到激素 吸收率 代謝率等等的影響 那我們的人體呢 它是一個很複雜的系統 我們只能透過不斷的試驗 才能得出實際上與計算出來的數值 它中間的誤差值有多大 假設我的TDE算出來是2300 那我就必須把隱私精準的控制在 每日攝取2300卡路里 來看看一週後 兩週後 我的體重有沒有什麼變化 如果兩週後我的體重下降了 那就表示這個計算機呢 低估了我的總熱量消耗 我必須再次調整攝取的卡路里 反之如果兩週後我的體重上升了 那就代表計算機高估了我的總熱量消耗 減重瘦身的大方向呢 就是每日的總熱量攝取 低於每日的總熱量消耗 那攝取量低於消耗量越多 減重效果就會越明顯 但攝取量低於消耗量越多 就會變得越來越難維持 那每天五金打彩的疲勞恢復變差 那使不上力 情緒失控 然後又導致再次的暴飲暴食 所以重點還是在於持續力 你能維持多久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那靠著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得出了專屬於我們自己的 每日總熱量消耗 接著下來呢 我們要面臨更大的問題 那就是 飲食種類的選擇 以我來說 每日總量消耗大概落在 2300卡路里 一般如果我想要減脂的話呢 就會把每日的熱量攝取 控制在2000以下 但這就代表我可以 肆無忌憚的亂吃一通嗎 反正只要不超過2000卡路里 我想要吃個冰淇淋 想要吃個甜點 想要點杯真奶配雞排 只要不超過我的總熱量攝取 反正有熱量赤字照我 我一樣可以過得很爽 爽爽吃爽爽減肥 不過事實呢 並非如此 我們拿建築物來比喻的話呢 如果熱量赤字 它是一棟建築物的地基的話 那我們 飲食的選擇呢 就好比你建材的選擇 你用了什麼材料呢 就可以蓋出什麼樣的大盒 其實這一點很好理解 我們的體組成呢 如果扣掉了骨骼的話 基本上就剩下肌肉 以及體脂肪了 那什麼樣的材料呢 可以幫助你蓋出肌肉城牆 那什麼樣的材料呢 會幫你蓋出一堆脂肪 雙鴨你有沒有發現 就算你長年體重維持不變 你還是會因為 肌肉與脂肪的比例 而改變了你的外型 在體重差不多的狀態下 那訓練量幾乎一樣 只是單單的改變了飲食型態 就能讓我們的身體 產生巨大的變化 好的 知道了我們每日的 總熱量攝取落在哪裡之後 接著下來呢 我們就來挑選 適合在減肥瘦身時吃的 食物組合吧 那首先呢 我會建議大家以原心食物為主 原心食物呢 就是指未加工過的食物 一方面它可以讓你方便計算卡路里 一方面原心食物 與加工食品相比呢 較不容易形成體脂肪 比較好吸收分解利用 比較好轉換成能量 比較好被代謝掉 再者 加工食品容易形成體脂肪外 還很容易誘發身體的發炎反應 這會讓減肥瘦身的效率大打折扣 我會建議大家呢 飲食以真煮為主 並且包含顴骨雜糧 包含蔬食 豆 蛋 肉等蛋白質來源 具體來說我這邊提供幾種 營養密度高的食物給大家 顴骨雜糧可以選擇紫米飯或 梨麥飯 搭配南瓜 山藥 地瓜 蓮藕 來獲取其他的營養素 蔬菜類可以選擇 綠花椰菜 羽衣甘藍 地瓜葉 菠菜 紅鮮菜等等營養價值極高的蔬菜 蛋白質來源我推 黑豆 毛豆 陰嘴豆 無糖豆漿 以上豆類呢 每100公克就含有大概20克的蛋白質 另外如果蛋白質密度攝取不足的話 還可以從蛋白質密度較高的雞胸肉來補 水果的話可以選擇高維生素 低糖分的奇果 藍莓 蘋果 巴樂 最後呢我還會吃一顆B群 主要是因為維生素B12 在飲食中是非常難以取得的 另外呢維生素B12對我們的人體也有非常大的幫助 大家有興趣的話呢都可以上網看一下 我自己如果有空的話呢 就會到傳統市場或是超市買菜 自己回家蒸煮 但這就要花上不少的時間 除非你可以像我一樣 整鍋丟進去滾熟加一點鹽就把它吃掉了 不然真的要花蠻多的時間來處理這些食材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我們要怎麼知道 我們自己攝取了多少的熱量以及營養素呢 這就是你必須要做的功課了 大家不要覺得麻煩 因為熱量計算算是你改變體態的一個必經之路 把你買的食材呢丟到磅秤上量一下 再上網查一下 這個食材呢 每100公克含有多少的熱量 多少的蛋白質 舉例來說我自己會這樣 準備一大鍋的食材 先算好所有食材熱量以及蛋白質 之後再分成試餐 如果你還是覺得這樣子真的太麻煩的話 有沒有比較簡單的方式呢 有 現在市面上都有很多的 像是水煮餐啊 它不但不用你自己準備食材 不用你花時間去煮 還幫你計算好熱量 像我自己就時常選擇左邊 像這種健身水煮餐盒 那雞胸肉 綜合蔬菜 雞蛋 全部雜量 一整個餐盒的熱量約為500-600卡路里 另外像是超商又賣健身餐盒 那這些就很適合工作忙碌沒有時間備餐的人 像我自己啊如果在檢子的時候沒有自己備餐的話 一天之內我早上可能會吃一個 奇異果一杯無糖豆漿配兩匙的大燕麥片 那午餐加晚餐的話呢 可能會吃兩個健身水煮餐盒 那練後的話呢可能會喝兩匙乳清蛋白 換算下來呢 美麗的總熱量攝取約為1900卡路里 蛋白質攝取約為160克 剛好符合我減至期所需要的營養素需求 因為我自己其實也是蠻爛的計算營養素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減至期幾乎每天都吃一樣 不過這樣呢還是會有一個壞處 就是營養素的攝取會不夠多元 像是深綠色的葉菜類所含有的營養素等等的 所以如果我自己有空的話呢 我還是會準備一些蔬食 大家看一下這張圖 左邊是水煮餐配無糖豆漿 右邊是卡拉雞腿堡配起司 兩邊的熱量幾乎相同 如果今天我們只顧熱量 不顧營養素的話 就算體重不變好了 什麼東西會變? 那就是你的體組層會變 就算你達到熱量赤字 每天吃垃圾食物還是會越減越肥 肌肉量一直掉 四肢消瘦 肚子越來越大顆 體重沒變 外型卻越來越招勁 再來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減至期什麼東西 我是完全不會去碰 而且非常抗拒的 第一 任何含有添加糖類的食品 例如含糖飲料 含糖醬料 餅乾 蛋糕 冰淇淋等等的任何甜點 就連水果我也只挑高CP值的 例如奇異果 芭樂 蘋果 藍莓 並且適量就好 不可以吃過量 因為水果呢 它的糖分含量其實也不低 那第二呢 高脂肪食物 高調味食物 例如台灣的神級食物 礦肉飯 海鮮火鍋 炸雞排 壽喜燒 牛五花等等的 三酸甘油脂在體內囤積過多 就會容易造成膽固醇過高 容易形成斑塊附著在我們的動脈臂中 堆積久就會形成 跟動脈周狀硬化 那動脈管呢 管徑越來越狹窄 到最後會阻塞 我們的內臟脂肪呢 它是比皮下脂肪更難去消除的東西 它非常的頑強 尤其又非常容易卡在我們的腹部這一塊 所以如果你想要瘦的健康 想要瘦的漂亮 想要縮小腰圍的話呢 這兩類的東西能借就借 我可以非常快速的消除我的皮下脂肪 但是內臟脂肪 我花了半年的時間做臨時調整 才下降了一點點的素質 大家覺得糖分跟脂肪 誰才是導致肥胖的元兇呢 是一克四大卡的糖 還是一克九大卡的脂肪 其實一直以來 不論國內外的醫學期刊 或是倡導醫療與健康的主管機關 所公開的資訊都非常不一致 很多報導或是很多的健康網站 他們不知道看了哪一個資訊 撰寫了很多農場文 他們告訴你說 不用去避諱高脂肪類的飲食 告訴你大魚大肉 可以攝取足夠且優質的蛋白質 反而對減重是有利的 高脂食物不會變胖 身上的肥肉不是脂肪造成的 你應該戒掉的是糖分的攝取 而糖派也有學者會出來講話 他們告訴你說 糖它只是碳水 可以被你的身體儲存 轉換成能量供身體運用 你應該要戒掉的是脂肪 糖一公克才四大卡 脂肪一公克有九大卡 脂肪才是導致你肥胖的元凶 兩邊都在不斷甩鍋給對方 告訴你會變胖 會減肥失敗都是對方的錯 造成觀眾聽得無煞煞 無法分辨哪一邊才是正確的資訊 不論是肉品或是脂肪液 他們都會挑選出一些優點來大力宣導 然後壞處全部避而不貪 大魚大肉可以攝取足夠且優質的蛋白質 對沒錯 可以攝取很多蛋白質 是沒有錯的 但是你要想看看像 尿酸啊 腎臟負擔啊 心血管疾病 膽固醇等等的 他們怎麼都知智不提 紅糖啊黑糖啊蜂蜜 冰糖砂糖等等的 他們都是糖都是不太健康的東西 也沒什麼好比的 所以在這邊會建議大家 不論是減肥瘦身或是日常飲食 我都提倡大量的蔬菜 主量的顴骨 適量的水果 適量的肉品 不要加糖 不要吃加工後的高脂肪肉類 並且以真煮烘潤的方式為主 其實改變飲食習慣呢 最主要是可以讓你的身體變得越來越健康 其次呢就會讓你達到減肥瘦身 讓你的體態變得越來越漂亮 最後呢我們來聊聊為何減肥瘦身 它需要搭配運動 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 幫助達成熱量赤製 提升減肥效率 第二 幫助你有更健康的身體 並且提升意志力 增加減肥成功率 第三 幫助增肌除了提升代謝率 還能雕塑身材 讓你不僅瘦 還能瘦得好看 在達到熱量赤製的情況下 食物的種類選擇至關重要 糖 高油脂肉品 加工食品 能借就借 運動能加速減肥成效 並且讓你瘦得美觀健康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祝大家都可以減肥成功 變得越來越健康漂亮 我是劍蓋 下次見 掰掰 臀多遇 容金